趙孝康再度又喊出當選之後要請你跟郭台銘來推薦葛輝 趙孝康這來講本身就是一個詩歌 那清德那是在路上的這支影片 現在很多民進黨選民說看著感動 影片拍劍啊 壞事感覺 各位新竹的鄉親 大家好 我是柯文哲本人 在這次的選舉希望大家給新竹的鼓勵 七個機會 謝謝大家 請你怎麼看趙孝康再度又喊出當選之後要請你跟郭台銘來推薦葛輝 人家說正直呈現 你知道 在國民黨身上看不到這種東西 就是說他也這種計算權貌 他現在在玩的把戲就是那種氣寶 一直在為氣寶做骨神 還有一點啦 這一種話 趙孝康出來講本身就是一個詩歌 我就說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那個趙孝康出來當副總統候選人 是侯友瑜自己挑的還是怎樣 我猜他如果是他自己挑他現在就很厚而已 每天講的話都不是 總統要講的話怎麼都是 怎麼都是一個副總統候選人 每天一直跳出來一直在講 那在清潔那次在路上的這些影片 現在好像你非常審明說 看了有感動 你自己看了會覺得有感動 2014年我也跟民進黨合作過 你知道嗎 那種選舉到了 他們就開始拍那種文青式的電影 這個是他們的專長 問題是 我還是要叫我年輕人 希望說柏恩想想看 他們拍這部影片 難道以前沒有拍過嗎 有啊 以前拍更多啊 問題就是這樣 影片拍盡啊 壞事感覺 這就是這樣 你拍一大堆影片有什麼樣